这期继续讲女婿第24篇,剪彩仪式开始,有两个工人摆一根红色的绸缎布,从这头拉到那头,魏光明没有让小陈和孙师傅帮忙,而是换了两个工人。 他觉着小陈和孙师傅被那皇大仙上身了,是不吉利的。 红色的绸缎一拉开,后面站满了来的大人物,因为在看台上,站得高。 这下子,村民可算能好好欣赏来的这些大人物了。 瞧瞧人家,穿得可叫一个精神,那小包一夸,跟咱这菜篮子就是不一样。 人家娘们那妖戏的,你这水桶妖是真没看透。 哎哟,你个该死的懒汉,往前挤啥挤,那口袋里背的啥呀,咋乱动呢? 懒汉只顾着一边看台上的漂亮女人,一边往前挤,不在意地回答道,黄皮子。 懒汉心里嘀咕,这么多漂亮娘们,待会可别给吓着了。 都是那羊雷让我做的,要怪就怪她,要跑呢,就跑我被窝里去。 娘们你别嫌我脏,懒汉来疼你,娘们你别嫌我穷,懒汉往死里疼。 懒汉一边嘀咕着,一边继续往前挤,眼看着,快挤到看台了,她不再往前挤了。 把口袋从后背颠到前面,躲进人堆里蹲了下来。 透过人堆的缝隙,这个角度刚好能看到台上娘们的大腿,白花花的。 台上的魏光明站在最中间的位置,她是杨家庄梅矿区的矿长,理应站在中间的位置。 张国金看到了,在魏光明旁边站着的,正是之前看到的那个魁梧男人,现在一面向村民,算是看清了那人的长相。 没什么特别的,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脸横肉,留着短平头,就挨着魏光明旁边站着,能站在魏光明的旁边,想来也是个重要的大人物。 夏宿娟也上了台,她是唯一不算大人物的,也算,最起码张国金认为人家以前也是辉煌的,只是近段时间失去了杨靖苍这棵大树,走了下坡路。 和其他大人物相比,上台也不是不可以,奇怪的是夏宿娟也站在了中间的位置。 中间的位置不用想,一般都是重要的人才能去站的,紧挨着魏光明的,一般就能看出谁更高人一等。 夏宿娟能站在靠近中间的位置,全然因为那个一脸横肉的平头男硬把他拉过去的。 夏宿娟都没准备上台,更没准备往中间靠,和这些大人物相比,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 却又拗不过那个平头男,那男人本身长得魁梧,有膀子力气,哪签得住他拉呀? 于是,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,紧挨着平头男站在了中间的位置。 一人手里握一把剪刀,魏光明说了几句后,就准备开始剪红绸缎,这样剪彩仪式就算结束了。 等仪式结束后,他准备去到县里,把今天到来的贵宾在市里好好安排一顿盛宴。 村里肯定是不行的,镇里也不行,不够格,只有市里,他是一边准备剪彩,一边这样想着。 可就在这时,人堆里,不知道从哪冒出一个声音。 不能剪,黄大仙不让剪。 剪了,是要遭殃的。 魏光明又皱起眉头,这是今天第几次皱眉,他都想不起来了,眉间都皱得生疼。 黄大仙不同意嘞,剪了晚上要睡不着觉嘞。 人堆里的声音还在喊着,魏光明往下瞅了一圈,愣是没看到是谁在喊,但这声音,他听起来有点熟悉,好像在哪听过似的。 烦心下,一时又想不起来。 魏光明冲着工人吩咐了一句,下去,把那人给我找出来。 本来就一肚子火了,好不容易压住,这有人又给他闹事。 工人能听出,魏矿长这是在极力压抑着怒火,下台去找。 上哪找啊,都市人,吵吵嚷嚷的,根本辨不清位置。 没等那俩工人走下台,场面一下子骚动起来。 先是从下面的一小撮人堆开始骚动,紧接着快速向台上蔓延。 那些大人物也开始骚动了,看着地上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胡乱窜动的活物,吓得直往后退。 那些胡乱逃窜的活物,见台上人少,都往台上跑。 有人认出那些活物是黄鼠狼。 足有十几只黄鼠狼,在太阳光的照耀下,跑动的时候,浑身散发着油亮的光泽。 城里的女人哪见过这玩意啊,吓得惊叫声不断,恨不得跳到自己身边的男人身上去。 夏宿娟也看到了,她也被惊吓到了,张国金想趁乱把夏宿娟拉到外围去,往前挤了挤,还没到前面的时候,她觉着就不用再把夏宿娟拉到外围去了。 在夏宿娟身旁的平头男,已经先一步把她护在了身后,更有从旁边逃窜的黄鼠狼,被她一脚踹飞。 被踢中的黄鼠狼,咯噔了几下身子,便不再动了。 人堆里还有人喊,黄大仙来讨命了,谁要是不让杨家装好过,就勾谁的身子。 张国金觉着差不多了,再喊就容易被人发现了,想趁着混乱,把懒汉给支走,又往懒汉那边挤。 实在是混乱,挤得很艰难。 台上的魏光明只顾把那些大人物招呼到小汽车里呢,也不再去管事谁再喊话了。 莫名其妙出现的黄鼠狼,已经让她慌了神。 再怎么样,也不能让来的这些大人物出现什么差错,她得紧着,把他们先安顿好。 不止台上的场面失控,台下也跟着乱糟糟的。 村民听到人堆里的喊话,只觉得这个喊话的人是和昨晚做的事一样,把黄鼠狼放出来,让那欣慰的以为是黄大仙来了,吓破他的胆,让他平时不把村民放在眼里。 那就让他得到报应,意识到杨家庄村民不是好欺负的,用黄大仙吓他,最好把他吓死。 突然出现的黄鼠狼早就窜得没影了,但场面依旧混乱,谁都没注意到台上的平头男走了下来。 那平头男目标很明确,小眼睛迷成一条缝,带着很利的目光,直接朝着某一处人堆走了过去。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,那平头男快速朝着人堆里蹲着的一人抓过去,一把将男人扯了出来。 终于有人注意到了平头男的动作,一时之间,哗啦一下让出一大片位置。 因为走来的平头男根本没有一点犹豫,二话不说,抓住那扯出来的男人就往地上摔。 等村民不再吵闹了,看清了,那地上躺着的正是村里的懒汉。 懒汉旁边还有一个空口袋,空口袋张着口,懒汉张着嘴,痛得呲牙咧嘴。 懒汉那瘦削的身板,哪里经得住魁梧的平头男摔那么一下,瞬间感觉五脏六腑都震碎了, 本就没有多少肉的脸上痛苦地扭成一堆。 喂?喂,你怎么打人啊?不是懒汉说的,懒汉现在痛得可说不出话,气都喘不上来了,有村民指着平头男质问。 平头男没有回答那村民的话,眼神如刀子一样只是瞥了那村民一眼,接着一脚踩在懒汉的肚子上。 终于听到平头男的声音,又冷又闷。 说,是谁让你做的? 平头男踩着懒汉的肚子,没有发力,他在等懒汉回答他的话。 可懒汉痛得说不出话,平头男以为他不想说,踩在肚子上的皮鞋用力往下拧了拧。 这下,懒汉可不好受了,想不说,也痛得支吾着发出痛苦的声音。 平头男听不清,把脚上的皮鞋往回松了松。 说,是谁指使你做的? 脚下的村民一身迫不埋医,浑身又脏兮兮的,一看就不是什么正常的村民。 平头男一眼就知道,这样的人绝对是有人在指使。 没等懒汉回答,招呼好那些大人物的魏光明也注意到这一场面,跑过来问,大海,干嘛呢? 怎么欺负村民? 被叫大海的平头男,听到魏光明的喊声,并没有把皮鞋从懒汉肚子上一开。 直接看着懒汉说,哥,都是这小子倒的鬼。 魏光明一皱眉,你听见了? 还是看见了? 刚才在台上他也往下面看了,可人太多,又乱哄哄的,一时根本找不到喊话的那人是谁。 平头男大海点点头,刚开始我还没看到,等那些黄鼠狼跑出来的时候,这个人又喊话了,我才从分开的人堆里注意到,就是他干的,那些黄鼠狼也是他放出来的。 大海瞅了一眼懒汉旁边的口袋子,魏光明选择相信,在这个世界上,他只相信大海一个人,也就是他的这个弟弟。 有村民想把懒汉扶起来,懒汉平时再怎么不好,那也是杨家庄的人,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欺负。 当有一个村民弯腰准备去扶的时候,大海却一脚踹在那村民背上,直接踹的那村民往后踉呛着退后好几步,坐在了地上。 这下可炸开了锅,旁边的村民都不乐意了,纷纷上前把平头男给围住。 大海的做法,这一次魏光明没有阻止,他很确信,就是懒汉做的。 怪不得刚才在台上听着那声音这么熟悉,感情就是早上想跟他握手的邋遢村民啊。 杨之书来了。 有村民把杨雷喊了过来。 魏光明冷着眼,看向从人群走来的杨雷,指着懒汉质问道, 杨之书,这是什么意思? 有村民喊杨雷的时候说了懒汉被打的情况,杨雷心里咯噔一下。 懒汉被抓住了,那也意味着他和张国金做的事全被魏光明知道了。 这下好了,只要魏光明告到县里,都不用县里,以魏光明的身份,哪怕是跟镇上说一声,他这个父村之书也别想当了。 搞不好,魏光明在县里说几句,他和张国金就等着进局子吧。 不管这些,懒汉在人家手里,他也不能一拍屁股就走人,躲起来吧。 没被撸掉村之书呢,哪怕是个父的,只要当一天,他也不能让村里人被人家欺负。 跟着村民来到围了一堆人的地方,有人喊杨之书来了,顿时挤成一堆的村民立马给他让出位置。 一眼就看到地上抱着肚子,一脸痛苦的懒汉,要不是他让懒汉做放黄皮子的事,懒汉也不至于这样。 魏矿长,你怎么能让你的人打村民呢? 嘿,你不回答我的话,反倒质问起我了。 这村民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,妖言惑众,还把那些黄皮子放出来,惊了我的贵宾,弄得摸黑矿场的行为。 这罪过,我要是告到县里。 甭说你一个村之书的身份了,坐大牢,你也逃不了干系。 卫矿长,不至于吧,你不了解懒汉这个人,他就是喜欢热闹。 放点黄皮子出来,虽然做法不恰当,他也没啥罪过吧? 没罪过? 你杨雷还想护独子是吧? 卫光明很是不满杨雷的说法。 哥,跟他一个破支书费什么话? 大海把地上的懒汉像颠小鸡仔一样给颠了起来,紧紧地掐住懒汉的脖子。 窒息感让四脚离地的懒汉胡乱地抓住大海的胳膊,可大海的胳膊跟钳子一样解释,愣是让懒汉掰不动分毫,脸跟着账得通红。 说,是谁指使你做的? 懒汉只是痛苦地摇头,眼珠都快翻出来了。 你给我放下,杀人啊你要。 看懒汉遭受这么大的罪过,杨雷冲上前想把懒汉给解救下来。 刚走到大海的身边,还没伸出手,就被大海一脚踹在肚子上。 当即痛得杨雷捂住肚子,不自觉地跪在那里,蜷缩成一团。 村民是彻底疯狂了,围着的都开始上前,准备把那七人太甚的平头男给按在下面。 即使被这么多村民围困,大海也是丝毫不慌乱,魏光明也不慌,有大海在,他绝对放心,谁也伤不到他一根汗毛。 村民捏着拳头,包围圈越缩越小,正准备一轰而上时,哪知那平头男竟然松开懒汉的脖子,滴溜着懒汉的肩膀,抡了一圈,硬生生把围上来的村民给逼退。 好不容易缩小的包围圈,一下子又空出一大片场地来。 大海冷哼一声,眼里满是对村民的鄙夷,顺势把那懒汉给立在地上,抡着大拳头,逼问道,现在给你机会,你要是再不说,我这一拳头能直接把你砸死。 说,大海大声吼了一声,魏光明没有阻止,他也觉察出不对劲,但他心里有觉着怀疑的人,可必须得懒汉说出口才行,不说出口,那就没有证据,属于诬陷了别人。 这样想的时候,他看向了趴在那里的杨磊,八成是他没跑了,早上的时候,懒汉就跟在他身后,哼,肯定是平常觉着我压他一头,心生不满,想报复。 幸好今天大海来了,要不然还真被杨磊给摆了一道,丢了人不说,惊扰了这么重要的贵宾,他可没法交代。 魏光明倒是很惊讶,这懒汉浑身脏兮兮的,身子嫁软得不行,可面对这么狠利的大海时,咋就这腰有骨气? 愣是摇着头,一句话不说。 大海是彻底失去了耐心,他也不打算问了,先痛打一顿,打狠了,就该求着他说了。 握紧的硬邦邦拳头,带着不可挡的气势,用力向懒汉的胸口砸去,他换了一个地方,生怕把懒汉的嘴给他说了。 打歪了,等会说不出话。 很快就要砸下去的时候,他发现拳头竟然停住了,不是懒汉的胸口上,而是突然伸出一个手掌,硬生生地挡住了他这一拳。 拳头砸懒汉的时候,他还是收着劲的,要不然,伸出来的手掌绝对不可能挡得住。 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围在那的村民惊了心,当时的注意力都在平头男身上呢。 好瞅准机会把那平头男给按在地上,眼看着平头男的拳头往懒汉身上砸去。 有村民想冲过去的时候,谁也没注意到突然出现个人把平头男给挡住了。 国金,是张国金。 人群中有人喊道,张国金来了,他们好像突然松了口气,不知怎么的,反正就是一种无意识的放松。 大海不可置信地扭过头,看向突然出现的青年,闪开。 杨家庄的人,你不能动。 大海惊讶极了,不止这青年说出狂妄的话,还竟然在说话的同时把他的拳头给用力移开了。 他自是有膀子力气,当众被人挡住不说,还把他的拳头给扯到一旁。 一想起夏宿娟那娘们还在身后看着呢,这个人他是绝对不能丢的,要不然岂不是在夏宿娟面前丢了脸面? 还没把那娘们弄到手,直接被人家看扁了。 他没法忍了,怒吼一声,找死。 紧接着伸出一脚踹向张国金身上,躲闪不及之下,张国金挨了一脚,往后退了两步才稳住身子。 身子倒是稳住了,只是让他惊诧的是对方的一脚尽头真的有劲。 看着比他还要高上半头的平头男,他不敢再小去。 挥着拳头和对方扭打起来,没有花里胡哨的招式,拳拳到肉。 慢慢地,村民能看出来张国金是落于下风的,因为那平头男长得高,腿长的情况下又喜欢用脚踢,穿的还是皮鞋,那么硬的皮鞋,踢在人身上, 可不好受呢。 尽管张国金偶尔也会用脚踢,可他穿的是不斜,踢在魁梧的平头男身上,有劲也不行啊,压根造不成实质性的伤害。 村民哪里还能袖手旁观,一轰而上,趁着张国金和平头男缠斗的功夫,抱腿的抱腿,架胳膊的架胳膊。 腾出空的张国金瞅准机会,原地跳起来,一脚飞踢踹向平头男的胸口。 平头男想躲也躲不了,胳膊和大腿都被村民给抱住了,用力挣扎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踹过来的一脚。 这一脚,张国金使出了全身的劲,没有意外地,把平头男踹翻在地。 村民见状跌落汗似的,死死地把平头男压在下面,任凭平平头男怎么挣扎,就是挣脱不开。 平头男是彻底怒了,他哪里受过这种屈辱?拼尽全力把一条腿疼了出来,又一脚把后面压在腿上的村民给踹开,逮住机会把压在身上的村民一一掀翻在地。 自始至终,魏光明都是在抱着膀子看,大海打架的实力他是非常清楚的,这些乡下的村民还不是他的对手。 正在这时,魏光明被后面的人拨到一边,侧眼一看,是夏宿娟那个娘们。 别打了,魏大海,你住手。 夏宿娟冲着打人的大海喊道。 大海看到心心念念的夏宿娟也进来了,顿时血气上涌,力气更足了,他以为夏宿娟是怕他受伤,不让他打架,是在关心他呢。 不碍事的,这些个刁民还不是我的对手,你站在一边好好看我怎么揍他们的。 大海示意夏宿娟,不用为他担心。 在女人面前,大海准备好好表现一番,让夏宿娟见识一下什么是男人的力量。 想着的时候就准备把倒在地上的村民再痛扁一顿。 谁打我家国金?啊?是谁打我家国金? 王沈来了,双手拿着噘头,气势冲冲地往这边跑来。 不止王沈自己,张国金还看到有量子,汪大哥,杨家庄东地的村民都来了,不是空手来的。 全都拿着噘头,抓钩子,甚至还有拿石头的。 王沈平时走路缓慢,现在倒有劲了。 跑得很快,来到跟前的时候,直接把张国金护在身后,噘头横在胸前,质问道, 哪个龟孙子打得我家国金?看我老婆子不笨死你。 王沈来了,围观的村民算是把心给放到肚子里了,只要王沈在,谁也讨不到一点便宜。 即使再厉害的平头男也不行,那王沈谁不知道,为了张国金可是敢拼命的主。 他平头男敢拼命吗?平头男敢不敢拼命不好说,他倒是没有一点畏惧地赢上钱。 老婆子,我劝你少管闲事,拳脚无眼,伤到你老人家可就不好了。 嘿呦,你是哪冒出来的王八?威胁我老婆子是吧? 真以为俺们杨家庄村民是被吓大的。 亮子,汪大哥和东帝的村民心领神会地拿着撅头,把平头男给围了起来。 赤手空拳的,不好对付平头男,手里拿着家伙时那就没有怕得了。 他平头男拳头再硬,还能有铁撅头硬,腿脚伸得再长,还能有撅头把长。 平头男还真被镇住了,确实那样,赤手空拳的他没再怕得,这么多撅头随便有一个砸在身上也得流血吧。 但他还是故作镇定,再怎么着,气势上也不能输。 随即冲着那老婆子喊道,有本事用拳头,你们一起上。 王神可不惯着他,直接回队,用你两个蛋。 对付这种人,王神可不会讲啥公平起见,谁要是欺负国金,他连老命都豁出去。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,夏宿娟主动解围地说, 喂大海,你别打了,要是再打,以后你就甭想再见我了。 大海的气势顿时捏了下去,打得这么狠也只是让夏宿娟见识一下他的男人力量。 既然夏宿娟不让打了,何不趁势顺坡下去? 这么多拿瘸头的村民,他还真讨不到多大便宜。 可就在这时,要不是夏宿娟一句话,平头男也不至于当场再次暴怒。 夏宿娟静止走到张国金身边,关心地问道,国金,你没事吧? 两人是早就认识的朋友,夏宿娟关心一下再正常不过。 张国金摇摇头,刚想回应夏宿娟说,没事,余光看到站在那里不动的平头男突然暴躁起来。 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时,平头男先是一脚把离得最近的量子给踹倒在地,王神眼疾手快。 刚想拿瘸头就要朝平头男砸过去,又是一脚。 这次平头男是想连着瘸头一起把王神给踹倒。 还没回应夏宿娟的张国金一个箭步冲过去,用胸口挡住了平头男的一脚。 这样才没让平头男伤到王神。 说实话,这皮鞋就是硬,踹在胸口上,震得肋骨生疼生疼的。 张国金知道不让对方出点血事不会罢休了,硬是忍住胸口传来的剧痛,快速弯腰下身。 双手抱住对方的双腿,腰部猛地用力往上提的同时,再往前猛地一冲,直接把平头男给蹲到地上。 趁着平头男暂时站不起来,张国金骑在平头男肚子上,用拳头一下一下地砸着平头男的鼻子,斜涌了上来。 差一点,就差一点,王神多大年纪了,要是挨上那一脚,后果不堪设想。 赤手空拳地打也就算了,这么多村民,平头男也不畏惧,敢冲敢打。 他愿意敬平头男是条汉子,可用脚去踹一个年迈的老人,还是最疼他的王神。 张国金无法再容忍了。 每一下,他都使尽全力,砸着平头男的鼻子,是要把平头男的鼻子砸得稀巴烂。 看平头男被砸的脸上直冒血,村民拍手叫好,光拍手是不够的,有村民压住平头男的双腿,一边腿上分别做了三个大汉。 这一次,他们吸取教训,绝对不让平头男把腿脚给抽出来。 魏光明没想到张国金这么有劲,竟然能把魁梧的大海给蹲到地上,接着又被村民压住,再也起不来。 哪里还能起来,脸上的血都认不出来是他弟弟了。 魏光明终于急了,大喊着让工人赶紧过来,都过来。 工人就是来打工的,早就看到这场闹剧了,可就是没有人愿意上来。 魏矿长发话了,犹犹豫豫地不想去也得去呀,以后还得在魏矿长手底下做事呢。 不帮着魏矿长,那还混啥呀? 工人们也就来了,穿着工服的工人和穿着就不埋衣的村民形成一道鲜明的分界线。 缓过气的杨磊赶紧起来,把张国金给拉开,行了,再打就出人命了,你想做大牢事部,白鸽怎么办,小昭阳怎么办。 打几眼的张国金听到杨磊的喊声时,才算清醒过来,被杨磊硬生生扯了起来。 工人见状,忙上前把平头男给扶起来,一脸鲜血的平头男看上去非常吓人,只是神情恍惚了,走路都颤颤巍巍的。 被压住的时候,有村民拿石头往他腿上砸。 看着被打成重伤的弟弟,魏光明罕见地暴怒起来,他把怒火全都发到了杨磊身上。 杨之书,这是你说怎么着吧,把我弟弟打成这样,不给个交代是不行的。 魏光明和他那个弟弟不一样,大海生性冲动,即使是现在这副局面,魏光明还能保持冷静。 不冷静也不行,自己才多少号工人,对面的村民足有几百口子,真打起裙架。 他讨不到半点好处,以后的煤矿在杨家庄更是举步为鉴。 但自己的弟弟被打成这样,他咽不下这口气,身为村之书的杨磊,又是杨家庄的人,必须为这件事负责。 魏矿长,杨家庄的村民也被你弟弟打伤了不少,更何况还是你弟弟先动的手。 魏光明气的牙根直颤,明明是那懒汉破坏他的启动仪式在前,大海才动手打的人,现在倒成了他杨磊的队了。 行,你杨磊厉害,这是不算完,我要告到县里去,到时候看你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说的义正言辞。 滴滴滴。 突然出现急促的声音,是小汽车喇叭的声音,魏光明回头一看,当即跳开了脚。 他看到有村民拿石子往小汽车上扔呢,停放的小汽车纷纷按着车里喇叭,发动车子准备往外跑,以此躲避落在车上的石子。 这下可把魏光明气坏了,那来的都是他的贵宾,把贵宾的车给砸了,让他怎么向贵宾们交差。 当即冲着工人喊道,快,快去阻止那些村民,把大海给拉到车里去,往外面跑,赶快。 北地轰起一片沉烟,沉烟散后,来的那些小汽车已经跑得没影了,来的那些个大人物自然也跟着离开了北地。 北地终于平静下来。张国金站在人堆里,快把受伤的乡亲嫁回家,严重地就送到老拐头那看看。 静下来的村民按他说的那样做,不大会的功夫,人山人海的村民慢慢退了下去。 裸露出的大地,懒汉还在那静静躺着。张国金和杨磊一起走过去,懒汉,你没事吧? 张国金把懒汉给掺起来,对还没走远的村民又喊道,来两个人,把懒汉背到老拐头那看看去,实在不行,就拉着去镇上。 放在以前,没人买张国金的账,不知怎么的,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,张国金成了主心骨一样,他说的话有人愿意听了。 很快,有两个自告奋勇的村民,要把懒汉嫁到背上。懒汉被这么一拉扯,终于能说话了。 杨之书,国金,我可一句话没说啊,咱才不会背叛杨家庄。 都被打成这副模样了,懒汉还想着不把大家的计划说出来。 说出来,国金和杨之书算是美好果子吃了。 张国金吐出一口气说,是,别看你懒汉身子嫁软,可里面的骨头倒是很硬。 懒汉笑了,笑得惨兮兮的,嘿,可不是。 等懒汉被嫁走了,杨磊也准备回去到受伤的村民家里看一看,毕竟这事是他和张国金挑起来的,因为这受了伤,他这个当村之书的难辞其咎。 北地算是彻底地安静下来,张国金也准备回东地了,王沈带着那么多人冲过来,白哥一定担心坏了。 转身向着东地走去的时候,还没到东地,有人喊了他。 国金,你等一下。 张国金回过头,宿娟姐。 夏宿娟快步走过来。 宿娟姐,我以为你跟着走了呢,也就没找你打招呼。 没,国金,你没事吧? 我没事,好着呢,活动活动,就好了,不碍事。 那就好,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,以后离魏大海远一点,那人不是什么好人,以他的性格,我怕他将来会报复你。 报复我。 张国金仰着头,满不在乎地说,杨家庄这么多村民,我还怕他不成。 对了,宿娟姐,那家伙到底谁啊?这妖牛气。 夏宿娟轻叹一口气,说起来这是都怪我,我要是不想着来矿场认识一下来的那些企业家,那魏大海也就不会跟着来了,今天的事可能就不会出现了。 在夏宿娟的解释中,张国金了解到,这个叫魏大海的人,魏大海是魏光明的亲弟弟。 想想倒是挺昭孝,魏光明个子不高,怎么突然有个高个子的亲弟弟。 而且夏宿娟说,今天的事都怪他,也不是没缘由的,叫魏大海的平头男,的确不是什么善差。 垂涎夏宿娟的美貌,老想着把他弄到手。 张国金清楚地知道,那样的人,就算把夏宿娟弄到手,也只是拍拍屁股转身就不再理人的主,更不会对夏宿娟负什么责。 夏宿娟当然也是清楚的,他之所以跟魏大海接触,全然因为魏大海是魏光明的弟弟。 这段时间,老是帮着魏光明干不挣钱的事,修路,建学校,他是想着以后能在矿场上拦点生意。 可这段时间,魏光明对他始终爱搭不理的,连成本价运过来的石子,包括建学校的那些建材,都是成本价呀,魏光明却都不愿意结算。 夏宿娟就有点着急了,钱给不给的他倒不在意。 只要魏光明愿意把矿场上的一部分生意给他做,这点建材的成本价也不算什么了。 但魏光明不但不给,对矿场上的生意也是拾口不提,没办法。 夏宿娟只能通过接触魏光明的弟弟,想着让他和魏光明通融一下。 当魏大海见到优雅端庄的夏宿娟时,立马被吸引了过去,他的第一感觉,就是想征服这个女人,以前玩弄的那些女人和夏宿娟一比,简直不是一回事。 夏宿娟的知性和温柔,最重要的是好看,彻底激起了魏大海的占有欲。 当然,这样的女人,她不准备再用墙的,那样没意思,她要让夏宿娟一点一点地沉沦在她的身体下,那样带来的快感才能持久。 她喜欢这样的状态,让她有点挫败感的是夏宿娟只是和她有生意上的往来,比如在哥哥的矿场蓝点生意。 只谈生意,对她的好感,视而不见,甚至说完了事之后,就不见她了,平时想和她吃饭,游玩,夏宿娟绝对不会来。 挫败感肯定是有的,但同时她心里的征服感却越来越强,和别的女人不一样。 别的女人都不用她怎么追求,手指勾一勾,直接就跑到她床上去了。 没意思,完全没意思,索然无味。 夏宿娟就不一样了,和那些主动上床的女人完全不一样,她得不到,那她怎么可能放弃? 这样的女人越是巨人千里之外,她越是要弄到手。 就这样,夏宿娟想来矿场见见这些企业家的时候,魏大海也跟了过来。 宿娟姐,我看,不是我要离那魏大海远一点,而是你,宿娟姐,我劝你别和那种人走得太近, 到最后,吃亏的一定是你。 吃亏能吃什么亏,无非是身体上的。 但这样的话,张国金怎么好直接向夏宿娟说出口? 不过,以夏宿娟的聪明,即使不用明说,她也肯定是知道的。 夏宿娟真诚地点了下头,张国金能说出这样的话,她知道那是出于关心。 放心吧,国金,你说的我都明白,我会把握好尺度的,毕竟我这个年纪的人了,可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,一切都得以大局为重。 你知道,我还有个孩子。 是那个生病的夏主,需要一直做透析,那就一直需要钱,夏宿娟没办法。 哪怕她知道和卫大还走得太近,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,为了那生病的孩子,她只能选择铤而走险。 夏宿娟年龄也就比她张国金大几岁,算不上大,而且长得那么漂亮,根本不乏一些靠谱的追求者。 却因为结识了杨进苍,也不知道那杨进苍有什么大本事,能把这么聪明的夏宿娟给养成了情人,还给她生了孩子。 这样说的话,可能夏宿娟以前是不聪明的,甚至是傻的,因为有了孩子,杨进苍不想管。 为母,泽刚的情况下,她变得坚强,变得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女子,为了孩子,她情愿深陷狼窝。 张国金是了解她的过往的,对于夏宿娟的坚持己见,她是没办法再去劝说的。 素娟姐,生意上的事,我帮不了你,要是有人欺负你,你随时喊我。 夏宿娟重重地点点头,认识张国金的时候,她那时还算是一个有名的企业家呢。 和张国金说话的时候,不自觉地会站在很高的位置,职业习惯罢了,也不知道张国金能不能适应她那时说话的语气。 现在不一样了,突遭变故,不再是那个有钱的女人,张国金还一如既往地对她真诚,甚至愿意为她出头,一时之间,可能连她都没注意到,目光随之变得温柔,一如天边挂着的一朵棉花云。 夏宿娟轻呼一口气,好了,你不用担心我,还是说说你吧,有好长时间,咱姐俩没有好好聊了吧。 期间见过,也只是随便说了几句话。 是啊,你一直忙。 张国金一边说着,一边往东地走去,夏宿娟就跟在侧面,稍稍靠后一点的位置。 哼,我那瞎忙,你呢,和白哥怎么样? 啊,挺好,一直都挺好的,日子平淡而又充实,反正我觉得挺好。 是吧,很羡慕你诶。 夏宿娟说着陷入沉默,一下子经历了这么多,她才发现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美好。 可惜,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她只能硬着头皮,孤身奋斗,为了孩子,那算是唯一的安慰。 如果,她是在想如果,如果将来能遇到一个像张国金这么踏实的男人,也未尝不可再嫁人。 会有那种如果吗? 她摇摇头,不敢奢望。 听说,你有个孩子。 夏宿娟转移话题,尽量不让自己的心情沉重。 是啊,这孩子来得太及时了,你听过天使吗? 我听过,就在你送给我的收音机里,听过天使这两个字,他就是我和白哥的天使。 看着张国金洋溢出幸福的脸上,夏宿娟也跟着高兴。 现在,你明白我的心情了吧? 嗯,明白,有了孩子,真的是愿意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他。 张国金说得坦率,但心里还是担忧。 宿娟姐,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,但在这个前提下,你一定要保证你自己的安全,要不然孩子。 剩下的话,她没再说,她相信夏宿娟能听懂。 我知道,你放心了。 夏宿娟竟然是撒娇的语气,张国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宿娟姐,也不算是第一次听,曾经也有个女孩喜欢这样撒娇。 夏宿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,顿时红了脸。 气氛一时变得尴尬,张国金却深陷回忆,不自觉地说,你有时候,和瑶瑶蛮像的。 是不是在城里生活习惯的女孩,都这个样子。 不过,她还是觉得白鸽好,每次干完农活回家的时候,都有一个人在等她。 她不来,她不睡。 而瑶瑶,她只是当个小妹妹而已。 提起瑶瑶,夏宿娟也是一阵神伤,如果,她还在就好了。 她在。 张国金突然提高嗓门,意识到有点失态,又缓下来说,她一直都在。 河沟晕倒的那一夜,她就看到了瑶瑶。 这样想的时候,她四下里王草丛,庄稼地里,低矮的河沟里,到处望了望。 你在找什么? 没,没什么。 冬地的河沟,又有风吹起,收完庄稼的地理,掀起阵阵尘烟。 宿娟姐,先不说了,我得回小麦部了,还是那句话,有什么事,你随时来找我。 夏宿娟点头,同样嘱咐道,国金,你一定要小心,不能大意,我还是,还是怕她来报复。 夏宿娟走了之后,张国金也回到了冬地。 槐树下,白哥看到回来的张国金,立马把小家伙抱起来,两个人冲着张国金笑,做着幼稚的鬼脸。 张国金接过小家伙,累了吧,先歇会,王沈可能受到点惊吓,暂时别让他看孩子了。 我知道。 谁说我被吓到了? 是王沈,从院子里走了出来,原先已经先一步回到了冬地。 王沈,你没事吧? 那能有个啥事,放心吧,我老婆子还能再活一百年,反正,不看到小家伙娶媳妇,我是不会闭眼的。 王沈还有心情开玩笑,说明他没有受到太大的惊吓。 国金,这是今天闹得不小,你说你下手咋那么重? 王沈想埋怨,一想国金又是为了他才冲动起来。 只好缓和了一下说,哎,那龟孙子脸上都是血,出了血这事就大了,我怕他再回来找你。 不碍事的王沈,这是闹得越大越好。 越大越好。 你疯了吧,国金。 国金这是咋了,啥个时候喜欢闹事了,以前可不是这样的,能不惹事就不惹事,还不是他王沈经常替他抱不平。 没事王沈,你相信我。 相信你个屁,我相信你,还不如相信小家伙会说话了呢。 哎呀,这男娃子说话就是晚,到现在也只会咿呀呀的,连个爸爸妈妈都不会叫。 笨蛋,笨蛋一个,说的就是你,还看。 王沈逗着小家伙玩。 张国金没在和王沈斗嘴,只会越说越厉害,到最后,他是讨不到一点便宜。 至于把事闹大,是不得已这么想的。 懒汉被当场抓住放黄皮子闹事,虽然他没直接承认,但魏光明心里已经有底了。 再想用黄皮子吓唬魏光明,恐怕不好使了,原本他想靠着黄大仙让魏光明收敛一点。 现在看来,不行了。 不行了之后,能让魏光明收敛的也就只有县里了。 他也觉着今天的事,县里一定会知道,毕竟有那么多记者在场呢,想捂都捂不住。 只要闹大了,县里才会重视,苏锦诚说不定就会来。 王沈只顾抱着小家伙玩,白哥却跟着露出担忧。 国金,这是闹大了也不好吧?万一,再把闹事的村民抓起来。 白哥的担忧是有道理的,是国金挑起来的事,万一最后只抓个闹事的头,那岂不是要把国金给抓走了? 张国金安慰说,不会,这么多村民抓谁啊,我现在对其他事根本不在乎。 只期盼着苏锦诚来,现在只有他能解决了。 他相信苏锦诚再怎么改变,初心还是不变的,魏光明做的这些破事本就不合规。 苏锦诚知不知道还是一回事呢? 魏光明只是说苏锦诚默认了他的做法,但那只是魏光明一个人的说辞。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,现在还不好断定,唯有见到苏锦诚,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如果苏锦诚真如魏光明说的那样,愿意跟着他魏光明做下不合规的事,那这矿场可是很难开采顺利了。 村民盖大鹏想多去获得补偿款,的确是错的,但村民这么做完全是无奈的。 魏光明要是把一切事都摊到明面上说,该给的给,该赔的赔,也不至于出现全村盖大鹏的情况。 藏着掖着,总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。 包括村民今天的集体闹事,事实上也已经超出他的预期,本想让懒汉简单闹一下就行。 哪成想半路杀出个魏大海来,一切都不可控制了。 没办法,只能将错就错,闹大了也好,苏锦诚一定会过来处理这件事的。 第二天吃过赏午饭的时候,张国金如愿见到了苏锦诚,那时他正在槐树下打盹。 睡不太熟,闭着眼休息一会,关于魏大海的抱负,他压根没放在心上。 倒是这两天,他在想建学校的事,建材在打卖场上堆着呢,可具体施工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他有点后悔,自己太冲动了,建学校是魏光明的事,把他弟弟魏大海给打了。 建学校恐怕要往后延了,甚至魏光明有可能不给建了,毕竟建材是下宿娟的,他魏光明是没什么损失的。 冲动是有点冲动了,可是当时的情况。 想的时候,突然感觉眼前一黑,有人过来了,以为是来买东西的,睁开眼,惊讶到,苏锦诚,你怎么来了? 确实是苏锦诚,这么长时间没见,他还是那副书生气的样子,白净的皮肤看上去很柔弱。 张国金觉得哪怕村里随便跳出一个妇女,也能轻易地把柔弱的苏锦诚放倒在地上。 怎么?你不希望我来? 做梦都想啊。 张国金起了身,想必你都知道了。 苏锦诚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了他,才开始说话。 是啊,村民和煤矿工人集体打群架,要不是我按着,今天的报纸大版就是这个新闻了。 平山县差点成为全市的笑料。 张国金展开手里的报纸,不是村民打群架的事情。 大标题写着平山县杨家庄煤矿区项目启动仪式获得圆满成功。 内容主要介绍了一下杨家庄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,以及矿区的进展情况。 还有两张黑白大照片并排放在上面,一张是为光明站在台上进行发言的场景,伸着大手的样子,颇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。 另一张,张国金注意到正是那个爬到高处的小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,是杨家庄村民的全体合照,从照片中能看出,人很多,笑得很开心。 一张照片光是村民就占了一大半,剩下的一小半有村庄的背景,连着一片天空,取景的时间恰到好处,有几只南非的候鸟飞过。 张国金看着报纸变得沉默,真像苏锦成说的那样,村民打群架,上了报纸,这是比想象中还要大。 杨家庄的形象将会一落千丈,他差点就酿成大错。 看到沉默的张国金,苏锦成主动邀请说,去河沟走走吧。 两人一前一后,苏锦成走在前面,到了一处平坦的河岸上停了下来。 顺着绵延的河沟,一直往远处看,杨树林子栽满河沟两侧,他突然说,这村子真美啊。 张国金上前一步,站在旁侧,也望着远处说,是很美,但现在不是时候,要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了, 河沟遍也都是野花,不过,这入了秋也不错,天高云淡,能看得很远。 张国金望着那片青黄香街的芦苇荡,无端地出了神,心也跟着放远了,不是吗? 要是能回到那一夜,他想再看看黄皮子变成瑶瑶的样子,那样的话,他绝对不会感到害怕。 国金,你知道吗? 其实,我一开始并不主张见矿场。 不主张? 张国金不解地问,为什么? 杨家庄能有煤矿,会给县里,乃至市里,都能带来极大的发展。 他实在不明白,苏锦诚作为时代的弄潮,按理说他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。 是啊,是能带来很大的发展,所以,我的不主张,压根起不到一丁点作用。 苏锦诚表现得有点失望,那是肯定的,对未来发展不利的事,谁也不会向着他,弄不好,他甚至会为此成为时代的罪人。 那你,为什么这样说? 张国金问。 我继续说,可能,我说得不够清晰,我的意思是,如果村子能一直这么安静,是不是也挺好的? 关于将来村子变样了?嗯?我的意思是,将来的杨家庄让人陌生,你有没有想过?算了,说这些都没用,只希望那天,杨家庄的人不要怪我。 苏锦诚显得很无奈,连着说了一堆无用的话,这是他出外学习期间,对煤矿有了深入的了解后,才产生了一番见解。 煤矿带来的发展,是一把双刃剑。 张国金仍然不明白,这完全就是一堆无用的废话,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苏锦诚的话。 以后的日子里,张国金还专门回想了这一番话,并不是无意识的,特别清晰地就回忆起了这段无用的话,可那时已经一切都晚了。 苏锦诚似乎不想继续这番无用的话,把思绪拉回了现实中,国金,你做得有点过分了。 相比于刚才的那段话,这句话,张国金当然听懂了。 确实有点冲动了,我也没想到场面能失控。 苏锦诚赶忙打住,这不怪你,我已经从杨磊娜了解了事情的原委,这个魏光明简直是在胡闹。 本想让魏光明挂着村支书的头衔,利于矿场工作的开展,也利于和村民沟通。 毕竟矿场不是小事,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,尤其是和村民的矛盾。 苏锦诚怎么也没想到,魏光明竟然打着村支书的幌子来欺骗村民。 苏锦诚应该早一点知道的,也是因为煤矿的事,县里派他出外学习,一直没顾上这里。 直到昨天村民和矿场工人打群架的事传到县里,闹出这么大事,想不知道也得知道了。 他知道这是不能全怪村民,魏光明从一开始就没按照县里的指示办事,早就和他说过,一定要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 他倒好,把利益全放到自己身上了。 说起来,哪能只怪某一个人啊,村民、魏光明,甚至包括县里都是有责任的。 魏光明这个承包商可是县里选择的。 张国金倒是懒得管这些,他现在唯一关心的是学校。 当他提出自己的担忧时,苏锦成显得胸有成竹,这你倒不用担心。 选为光明做煤矿城包商之前,翻新村委会,修路,建学校,就是已经和他商定好的事。 一码归一码,矿场是矿场的事,魏大海是魏大海的事。 既然我来了,也没打算这么快离开。 我会在这住几天,直到把所有事处理好。 他这么说,张国金算是彻底放下心来,有他在,相信杨家庄绝对不会在出现之前那样的事,一切都将会合规合矩地进行下去。 正当张国金沉浸在学校建成样子的时候,苏锦成突然问了一句没来由的话。 国金,到时候矿场开展起来,你有没有想过去矿上当工人啊? 苏锦成测过身,我会给你留个名额。 张国金只是略微想了一下,便直接拒绝了。 感谢你的好意,我就不去了。 苏锦成很意外,不去。 为什么?村里很多人都争着抢着要去呢? 包括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外来人参与到矿场的工作中。 有这份工作可以直接改善你的生活,怎么你不想去? 的确做一名矿场的工人能给家里多一份收入,而且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,比天天种地强多了,按理说没人会拒绝的。 张国金的生活到现在还是穷困潦倒的,要不是小麦不撑着,他连小昭阳吃麦乳鲸都供不上,这是四弟的孩子。 他当然想给小昭阳更好一点的生活,但,你知道的,白哥那样我没法走开。 苏锦成便懂了,同时表现得有些失望,他是希望张国金去的。 矿场刚开始就出现这么多状况,他不再信任为光明,等到挖煤的过程中。 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,要是有张国金在,凭张国金的性格,他能够从侧面了解到煤矿的真实情况。 就像张国金代表着底层民众,他会勇敢地为底层民众发声,而魏光明是绝对不会的。 挖煤还没真正地开始,出现魏光明这种状况,他清楚地知道,县里选错了人,但又不能改变什么。 县里是深深依赖着魏光明,鉴于目前这种情形,他急需一个为底层民众发言的人,勇敢,有担当,有初心,这个人,他觉得只有张国金最为合适。 可是张国金拒绝了,当个下井工人,那是没白天没黑夜的,这段时间出外学习,他了解到不少煤矿工人的生存现状。 可以说,做了下井工人,家里的事基本上顾不上了,常常天不亮就下了井,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,终日见不上太阳。 张国金是为了照顾白鸽,腿脚不方便,加上还有个没断奶的小朝阳,他确实没办法做到长时间离开。 这一次村民打群架的事,县里可以说是震怒,还是他苏锦诚给压下来的。 和县里的意见不一样,他欣赏张国金为了底层民众发声的做法,就是有点不恰当而已。 只要慢慢引导一番,张国金说不定才是最终能带领煤矿发展的重要人物,至少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。 说不失望是假的,可是,他也没办法啊。包括,他替张国金压下这事,也就没有说出来的必要了。 倒是换了一种说法,在这人世间有一两只己足矣,你就是其中一个,说实话,我有点私心。 对于你的一些请求,我想尽力办成,只是为了不失去你这么个朋友。 这是苏锦诚第一次动用权力,来压下这件事。 你说笑了,你这么一个捧着铁饭碗的人,没必要和我这种农民做朋友。 我从来没把你当成一个纯粹的农民,去看待,你和其他人不一样。 张国金不再说话。 苏锦诚也沉默了一会,他很想告诉张国金说,你是我的另一个影子。 即使张国金没同意去矿上做工人,苏锦诚仍然和他聊了很多关于煤矿的事。 但是,张国金表现得也很有兴趣,直到暮色四起。 那个时辰的天空可真美啊,一定是有风吹过。 要不然,怎么会有五颜六色的云丝带挂在天空呢? 苏锦诚后来说,那时候杨家庄已经彻底改头换帽了。 他回忆说,他永远忘不了那个秋天的黄昏,风路过也急,心也就跟着飘出去很远很远。 苏锦诚在村委会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,张国金那时认为,只要苏锦诚来了,村里的事一定会得到解决,关于合理的补偿,关于村民盖大棚的事,还有关于学校的事。 苏锦诚不也是说得信誓旦旦的吗? 七天的时间过去,他才知道把一切都想得太天真了。 魏光明竟然敢不听苏锦诚的意见,甚至对县里的意见也选择择忧听取,这让张国金感到意外。 他以为只要苏锦诚过来,苏锦诚代表着县里,只要苏锦诚说的话,那就是圣旨。 魏光明只有听从的份,绝对不会有半点拒绝,也不敢拒绝的情况发生。 可恰恰,魏光明拒绝了。 矿场直接停工,建学校的事,魏光明说不见了,谁爱见谁见。 甚至当众说,你苏锦诚算个屁呀,他对苏锦诚让他无偿给村子里修路,翻新村委会,建学校,一直耿耿于怀。 要不是苏锦诚,他压根不需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。 站在他的角度上,他有他的理,更有理的是张国金把他弟弟给打了,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 想让他恢复工作进度也行,张国金必须到医院给他弟弟道歉,而且得跪着进去。 杨家庄的村民不会同意啊,让国金娃子跪着去给他道歉,做什么白日大梦呢? 杨家庄的人就算死光了,也绝不会让国金去道歉的。 苏锦诚也气坏了,那还是张国金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苏锦诚发脾气呢? 有村民就讲了,道歉是不可能的,直接把魏光明换掉就是了,何必跟他在这瞎扯呢? 村民讲得很有道理啊,反正魏光明这人他们也不待见,还没开始就想着法子诱骗村民, 以后真要开始挖煤了,指不定办出什么不好的事呢? 张国金也觉得村民说得有道理,由于魏光明让他跪着去道歉, 他甚至没有去想换掉魏光明的做法可不可取。 直到苏锦诚显出很为难的样子,他才知道,挖煤这件事还真得魏光明不可。 魏光明有人脉,有经济实力,做好前期矿场的开发工作,县里穷啊, 要不然也不会找承包商来完成矿场的工作,对于魏光明,县里是依赖性的。 这也是苏锦诚表示为难的原因,矿场进行到现在,眼看着就开始步入正轨了。 要是把魏光明随意换掉,别的承包商那更不愿来了。 在这个结果眼上,把魏光明换掉,会让步入正轨的矿场挖煤工作一度往后退。 县里当然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张国金,而让煤矿变成一个烂摊子。 这可怎么办? 张国金也慌了神,他甚至期待着魏大海能来报复他,哪怕使用各种恶劣的手段,他也没再怕的。 魏大海的报复没等来,倒是等来了魏光明的报复,现在不是他张国金怕不怕了,是苏锦诚怕了。 苏锦诚一旦怕了,就不是某个人的情况了,可是他又不能不顾及杨家庄八百多户群众的意见。 于是,七天之后,他离开了杨家庄,去到了县里,准备和县里好好说说这件事,让县里来给魏光明施压。 走了多长时间?那时候,村民都开始离地,撒粪,准备种麦子了,一连半个月都没等到苏锦诚的消息,更没见到苏锦诚回来的影子。 唯一等来的是魏光明,仍然住进了村委会,但没有开工的意思。 只是那样住着,天天和工人待在一起,坐在杨树林子里,打牌,喝酒,就是不提开工。 目的很明确,他就是要让张国金成为杨家庄的罪人,成为整个平山县的罪人,以平山县数以万计的民众来给张国金产生压力。 苏锦诚想给他压力。 哼,看谁最后能顶住。 那几天,张国金确实有压力,白哥看在眼里,王沈也看在眼里。 王沈说,国金,你不要有压力,这个头咱是不能低的,有杨家庄八百多户相亲给你做后盾呢,你怕啥呀? 张国金很想说,他没有怕,他只是觉得这样耗下去,会对不起杨家庄,对不起平山县。 国金,杨奶奶让我来喊你。 是村里的懒汉,让国金去趟神婆家。 王沈摆摆手,去吧去吧,让杨奶奶好好开导开导你。 到了神婆家,推开破旧的木门,老木门沉重,发出枝呀的声响,他的心情也沉重。 怎么? 想放弃了。 张国金还没进门,神婆就沙哑着声音,在屋里问道。 杨奶奶,您不了解实际情况,这是比想象中还要复杂。 复杂? 我老婆子活了一辈子,啥样复杂的事没见过。 神婆走到香炉跟前,点燃了几根,插进香灰里,说实话,杨家庄的娃子,我没一个能看上的。 你不一样,你不一样啊。 看神婆气定神贤的样子,张国金试探着问,杨奶奶,你有办法? 我老婆子还没死呢? 神婆似乎累了,坐在香炉跟前不再说话。 张国金一脸喊了几声羊奶奶,神婆都没有说话。 私下里望了望,屋子里黑漆漆的,一整个屋子里都是烧香的味道。 香炉岸前的神像看上去有点瘆人,张国金耸了耸肩,从板凳上拿出一件打满补丁的薄挂子搭在了神婆肩上。 之后,他退了出来,延好房门。 他以为神婆专程叫他来一趟,有什么好办法呢? 结果神婆什么具体的话也没说。 在他觉得,神婆只是故作高深罢了。 张国金转身回了冬地。 懒汉一直待在门口等待,见张国金出来,追上去问, 国金,杨奶奶和你说了啥? 懒汉这人,正是不干,那对于村里的各种小消息倒是好奇得很。 啥也没说。 张国金一边走,一边诚实地回答。 但懒汉不相信,不可能,杨奶奶专门让我来叫你,怎么可能啥事都没说。 是不可能,连张国金也觉得不可能,可事实上,他就是什么也没说。 这时,懒汉又往前靠近几步,神秘兮兮兮的样子。 国金,杨奶奶这几天好像在准备啥事。 啥事?懒汉摇头,这几天他一直关着门,我又看不到, 不过偶尔黑夜的时候出去,好几次呢。 有一次我觉着奇怪,跟了上去。 张国金很想说,你跟他做啥,真是一点正事也不干, 竟往别人隐私上钻研去了。 但他没有说出来,他也觉着有点好奇,于是他停下来问懒汉, 那,最后呢? 结果,懒汉的一番话让张国金显得很失望。 懒汉说,我,我跟丢了。 跟丢了? 现在想想,还一身冷汗呢? 那可是大晚上,平白无故的一个大活人,突然就没了。 我明明跟得很紧,你说其不奇怪。 懒汉摸着没有几根胡须的下巴说道。 张国金不以为然,那有什么奇怪的,大晚上的本来视线就不好, 跟丢很正常。 你呀,以后少打听这种有的没的事,把你自己收拾利索了, 娶个小媳妇,比什么都强。 懒汉没有听张国金的话,还在摸着下巴独自思考着, 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,最后只说,反正杨奶奶有点古怪。 神婆古怪不很正常吗? 干她那行的,正是古怪才能显得神秘,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。 她那碗饭也就不好吃了。 对于懒汉的话,她根本没放在心上,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苏锦诚身上。 要是过几天苏锦诚再不回来,她就准备到县里去找她了。 到底是什么情况,这么长时间都没个说法,一个魏光明,县里就拿她没办法了。 这样的话,那岂不是更助长了魏光明的嚣张气焰? 魏大海挨了这一顿打,她魏光明倒跟着因祸得福了,连县里到现在迟迟都没有解决方案。 以后的魏光明在杨家庄只怕是要横着走了。 两天之后,苏锦诚还是没有回来,张国金却听说了一个说意外也不意外的消息。 意外的是魏光明突然生了一场大病,生病有什么意外的,可偏偏这场病生得太及时了。 要不是因为这场病,杨家庄的黄皮子很可能就被打得所剩无几了。 那两天里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,连懒汉看得都应接不暇了,一时之间,喜欢热闹的她,都不知道该把哪件事当作重点去和周围的村民谈论了。 魏光明生病了,村里的老拐头看不了,镇卫生事看不了,到了县里医院竟然也没看出个所以然。 奶奶的,快打!小陈愤愤地喊道,早该出来的,只怪刚才没用对方法,害得他们白白吃了那么多口浓烟,呛得嗓子生疼。 幸好,现在还不晚,只要黄皮子出来就不怕抓不到。 工人们欣喜地不行,提着棍棒就去打黄皮子,只要露头的,直接一个闷棍砸下去,反应快的黄皮子会缩回洞内,反应不急的直接一棍就被敲闷了。 亮子总算明白过来,原来这些工人点火是为了把黄皮子熏出来。 住手!亮子冲挥着棍棒的工人喊道,黄皮子也是随便打的。 工人们抬头,看见是村民,也就没当回事地说,关你屁事,赶紧走开啊,当心等会棍棒不长眼,连你一块打了。 小陈不满地嘟囔道,理他做啥,赶紧把这些黄皮子打死,回去好给卫矿长交差。 亮子气急,这么多工人,哪是他说停手就停手的,都没人搭理他。 拿捉手里的棍棒就往出来的黄皮子身上招呼,乱成了一锅粥。 说话的那个小陈正追着一只黄皮子,眼看追不上,竟然把手里的棍棒抛出去,扔得很准,一下子就砸到那只黄皮子的腿上。 眼前的情况,亮子知道自己一个人根本管不来,甩了下胳膊,立马往冬地排场跑去。 排场人多,张国金也在那。 而那只被砸中的黄皮子,瘸着一条腿也往冬地排场的方向跑去。 小陈往前跑了几步,捡起刚才被丢的棍棒,又朝着那只瘸腿的黄皮子追了上去。 他对黄皮子可算是恨到骨子里了,害得他尿裤裆被工人笑话这么久。 现在在看到黄皮子的时候,他恨不得直接打死,即使那只跑掉的瘸腿黄皮子,他也没打算放过。 当即跑得更快了,眼看离那只瘸腿的黄皮子越来越近,却没注意到离排场也越来越近。 等到差不多还有十几米距离的时候,突然有人冷喝了一声。 住手。 小陈停住,当时还处于河沟下沿呢,抬头看的时候,冲他喊的那人,他认得,是村里的张国金,上次矿场启动仪式上,就数张国金闹得最凶,听说还是个倒插门的上门女婿。 当时还打了位矿长的弟弟,那就是敌人,他想没好气地跟张国金说话。 可是不止张国金一个人,要是他一个人,也就不怕了。 偏偏身后有五六个人呢,应该都是排场打排的,且越聚越多,没多大会的功夫,就有十几个村民了。 小陈吞咽了一口唾沫,想硬气一点说话,也变得软了下来,咋。 打黄皮子应该跟你没什么关系吧,又不是你家的。 张国金没理他,看到那只被追的黄皮子瘸着一条腿,停在那里不动了。 他走过去的时候,黄皮子竟然也没有要跑走的样子,于是他蹲下来,把黄皮子抱了起来,仔细查看了一下黄皮子腿上的伤。 小陈看得惊讶,就连村民也看得百思不得其解,黄皮子什么脾性,向来不靠近生人。 这只黄皮子倒是奇怪得很,张国金把他抱起来也没有挣扎要逃走的样子,想来是受了伤。 村民对黄皮子其实一半恨,一半喜欢吧,恨的是这些黄皮子恶极了喜欢偷家里的鸡吃。 喜的是黄皮子也吃老鼠,老鼠喜欢吃粮食,一只黄皮子一年能吃掉不少老鼠呢,能给村民家里省下来不少口粮。 无论是喜还是恨,他们绝对不会去打黄皮子的,全然因为黄皮子神秘,打了容易遭受厄运。 因此,他们对黄皮子也不管是喜还是恨了,到最后成了敬畏,可这些个工人,是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啊。 从昨天就开始追着黄皮子打,那时候打得还少呢,也不知道怎么的。 第二天,墙头上竟然挂了很多黄皮子的尸体。 听人说,是晚上有不少黄皮子去了矿场,去矿场能干吗? 肯定是去看死去的同类,说明黄皮子真的有灵性,不同于一般的畜生。 那就更不能打了。 河沟上有村民就喊,你们也打死不少了,非要赶尽杀绝的话,那黄大仙会不愿意的。 一提起黄大仙,小陈更生气了,哪有什么黄大仙,就是那一晚见到的老太太,估摸着,也是村民倒的鬼。 他有心想争论,可面对这么多村民,一时没了底气,这些村民的脾气,他算是见识了,一言不合,是真敢把你揍一顿。 直到原先在河沟的工人赶来,他才算有了底气,立马恢复成强硬的口气,狗屁的黄大仙。 老子要信那,就不是新时代的人,放在以前,早把你们拉出去批斗了。 二十多个工人,手拿棍棒,三三两两地提着打死的黄皮子,来到小陈旁边。 张国金看到这一幕,是血气上涌,冷声道,你们不信黄大仙,说实话,我也不信。 可再怎么说,这也是生灵,生灵是属于杨家庄的,是有生命的,任何人要想动,都要问问杨家庄的人。 有这么多工人做后盾,小陈是毫不畏惧,直接回怼道,怎么着? 还想再打一次群架,那要看看苏锦成这次能不能保得住你,跟你说实话吧。 苏锦成为了村里盖大棚的事跟县里去争取,结果,被县里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。 怪不得苏锦成这么长时间没来,来得未光明倒是气定神闲地每天打起牌来,想来苏锦成也不好过。 见张国金正沉默,小陈更有底气了,上次苏锦成护着你,就惹得县里不高兴,这次,恐怕他不敢再护着你了。 你要是想打,矿场的人奉陪。 眼前也就十几个村民,只要不是全村的村民过来,凭他们几十个工人,那根本没在怕的。 看着嚣张的小陈,村民不乐意了,站出来指着他鼻子说,这可是在杨家庄,信不信把你们矿场的人全都赶走。 从一开始就被矿场的人骑在头上,村民早就不满了。 小陈还想嚣张一番,目的也很简单,当着这么多工人的面,他必须得把以前丢掉的面子捡回来。 就在他想说话的时候,后面的工人突然喊了一嗓子,魏矿长来了。 魏矿长来了,快,快。 有工人就赶忙让出位置。 魏光明走到前面,没有去看村民,先是看了一眼工人问,什么情况? 让你们打黄皮子,咋在这掰扯起来了? 如果说,刚才有几十号工人做后盾,现在魏矿长也来了,他就更不怕了。 讨好事地对魏光明说,魏矿长,我们是打黄皮子的,可这些个刁民不让咱打,还说要把你魏矿长赶走。 哦,魏光明又看向村民,是哪个说的? 我说的。 原先说,那话的村民站出来,打了杨家庄的黄皮子,你得给个交代吧。 交代? 魏光明眯起眼睛,你想要什么交代? 村民被问得哑口无言,又不是打人,就是一些黄皮子罢了。 他还真想不出能问魏光明要什么交代。 停止打黄皮子,要是再打的话,杨家庄的人不保证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。 说话的是张国金,魏光明只是看了一眼,你威胁我。 不敢,但打死这么多黄皮子,确实不对,杨家庄的人绝不会做事不管。 张国金说得坦然,每句话都不离杨家庄的人,这让后面站着的村民心里莫名地生出一种踏实感。 随着张国金的话,十几个村民不约而同地向前迈了几步。 小陈心里泛起嘀咕,怕不是又是一场裙架吧? 想的时候,他握紧了手里的棍棒,打几下再说,实在不行,他就跑。 对于气势汹汹的的村民,魏光明却笑了,他有心想质问一番张国金。 国金,你觉得这些村民,真得合你一条心? 看着手底下拿着棍棒的工人,魏光明摆摆手,让他们扔了,和他那个弟弟魏大海不一样。 打架最多出出气,想解决问题是不能靠武力的。 当再次面对张国金的时候,他有心想把村民和张国金离间开来。 他算是看明白了,张国金就是村民的主心骨,明明不是村之书,这些个村民却总会容易受到张国金的鼓舞。 打架的话,他当然比不过那个弟弟魏大海,可要是论心计,就是十个张国金也不够他玩的。 顿时,他心里有了计策,保证会让杨家庄的村民会对张国金产生隔阂,但现在,他先不准备说出来。 张国金回答说,是不是一条心,那要分什么事了? 关乎村集体利益上的大事,我相信杨家庄所有人都是一条心的。 村民受到鼓舞,只要是张国金说的话,总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一样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 他们竟然想不起来了,或许是杨建民掐死自己爹的那次。 那时候,杨家庄的村民都不满张国金把杨建民给举报了,他们没办法理解。 对于后来张国金为了不让杨建民失去活下去的勇气,鼓舞着村民去写请愿书,他们更不理解了。 总之,随着时光慢慢流逝,他们觉得张国金做的那件事说不上什么错来。 就是平时,张国金作为一个倒插门的外星人,也经常帮着村里办事,比如建学校,再比如,他的四弟死在了杨家庄。 慢慢地,有村民发现,很多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张国金的影响。 注意到村民的情绪,魏光明忽然拍起掌来,一下子就把沉寂在过往情绪中的村民拉了回来。 哎呀,国金啊国金,你总是这么大意凛然的样子,好像别人都是坏人一样。 我倒想问问你,村民把石子拉回自家用,是不是错的? 是。 张国金毫不犹豫地说。 那些村民当即红了脸,他们当然知道那是错的。 好,你很坦诚。 魏光明很满意张国金的说法,又问道,村民盖大棚,就是为了想多要补偿,是不是错的? 是。 好,好,我很佩服你的坦诚,说实话,我是想和你这样的人做朋友的。 奈何现在咱俩站在对立面,既然是对立面,那我还想问问你,你说村民是错的? 那你帮着村民,是不是错的? 是,我从没认同自己的做法,最初我是想能把学校建成就行,也不全是为了村里的孩子。 更重要的是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慢慢地我发现,村民那样去做的时候,并不是全部发自内心的,他们只是乱了,乱成了一锅粥。 张国金静静地说着,村民不会打断,连着那些工人也出奇地安静下来。 有的村民只是看到其他村民那样做了,自己也要去做,所以,我想,他们需要一个领头人,可以和他们解释,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引导。 原本我也以为你卫矿长可以好好地领着村里人,往好日子上奔,往好的方向上走,可是你让杨家庄的乡亲们失望了。 张国金摸着怀里的黄皮子,说了这番话。 他是这样说的,说得平静,却默默带着一股力量,连村民都听得心生愧疚。 明白当初做了很多错事,但最后,他们有力量是因为张国金还愿意帮着他们。 其实没人知道,张国金撒了一个谎,他现在更大目的地去和魏光明对抗,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黄皮子,或者说是为了其中某一只黄皮子。 村民是感动的,那是因为张国金站在他们这边,但魏光明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感动起来的。 国金啊,你不当个带头工人,真是可惜了,要不是发生这么多事,我是非常情愿你来工地当个带头工人的,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 魏光明忌惮张国金的领导力,甚至他觉得只要张国金在,所有的人都会被张国金的人格吸引过去。 现在就算张国金愿意去做工人,他还不同意了呢,有这么一个人,对他来说,绝对是威胁。 是威胁,现在就要铲除,于是他望向了村民,这样啊,我为光明自知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。 但是呢,以后我改,有个前提,黄皮子害我不浅,实在是饶人清静。 到现在,矿场都被这些黄皮子饶得开不了工。 所以呢,只要乡亲们愿意和这咱工人一起,把黄皮子赶跑,我答应大家。 只要黄皮子不在杨家庄,你们就可以来矿场做工人。 而且,围观的村民突然变得骚动起来,魏光明笑了一下,白手制止道,我还没说完啊。 而且,你们盖大棚的钱,我会如数给你们补偿,一分不少。 魏光明对村民许了两个承诺,可能第一个承诺还不足以让村民向他魏光明站队。 但是后一个承诺,是他们一直以来心心念念的呀。 两个承诺加在一起,说不心动,那是假的。 黄皮子那是偷鸡的畜生,抓住了,交给他魏光明便是,反正又不是他们打死的。 加上可以拿到盖大棚的补偿,村民当然心动了。 魏光明为了离间张国金,也是下了本了。 他了解村民是什么脾性,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。 对自己的两个承诺,他相信村民绝对不会拒绝。 你看,村民又开始骚动了。 你看,村民开始和张国金拉开距离,而向着他这边走来了。 魏光明满心欢喜地看着近前的村民,这意味着村民向他妥协,不再向着那个张国金了。 他带着笑意,带着期盼,却没想到上前的几个村民,抓住他的领子, 幸违的,带着你的脏钱赶紧滚,要是看见你再打死一只黄皮子, 我们保证杨家庄的乡亲会把你的矿场给掀了。 不是他以为的那样,村民竟然对他的两个承诺熟视无睹, 气得魏光明破口大骂。 刁民,一群刁民,穷死你们都不多余,你们等着, 我非要把黄皮子打绝了。 穷山恶水出来的刁民,让魏光明气得带着工人离开了冬地。 魏光明走了之后,村民说,国金,你不要有压力, 你为了杨家庄,哪怕你是一个外星人,杨家庄的人也不会对你不管的。